阿謙就搭到我家裡來了 然後就找我去幫他兒子補習 他就借補習的名義就是相親之時嘛 補習是補哪一顆類啊 健康教育 就是 就是你想要補什麼就補什麼 就是 好怪喔 怪怪 怪怪 我媽媽還講了一句話很爆 她說 你可以補習補一補 嫁進她家裡更好 她說我媽媽是這樣跟我講的 然後要去補習然後補 可是因為她 就是富二代也有自己喜歡的女生啊 所以我就覺得 反正就是你給支票給我就好啊 那我就寫就寫寫寫 就最小的六位數嘛 就是 先小小寫一點說我不貪心 然後就再寫多一點 然後她就隨你寫啊 反正就是我媽媽的我玩她的 就你喜歡就寫啊 就你寫了多少那張 反正七位數字 港幣 對 一百萬港幣就是 三點八 快五百了 五百萬 快五百了 對 你就這樣拿啦 那講現在港幣才沒有到一筆五了 一筆五百了 一筆五百 一筆五百 對 那你寫了一百萬就對了 喔 對 那你拿那個港幣真的兌現啊 兌現啊 就去他們家 就是那個銀行裡面拿就好啦 他們家的銀行 沒有沒有 他們那個銀行戶口裡面 就是兌現就好了 然後就 就不用再跟她交往 有啦 可是我那時候有暗淚的男生 然後就 就 那是拿來幹嘛 就是拿來就是 就拿來自己畫 自己用的東西就好啦 就騙他 就去貼我喜歡男生 拿那個錢來去包養 包一個是暗淚的 真的真的 有一些女生走這種路線的 蠻厲害的 欸 你們現在不要想喔 你們覺得有很多男生是包養女人的 其實現在有的女人 她是一個人讓好幾個人包養的 你知道嗎 丑戶包 我就譬如說 有一次我的女朋友她是正公 然後她老公帶她去吃飯 結果全部人帶的都是小三 你知道嗎 然後大家會問說 欸呦 你老公怎麼樣 他一直說 你們跟我是同 就是我們是同樣的 他說我有四個老公 然後在那裡 欸 我有三個 你知道 什麼什麼什麼 他們都安排得好好的耶 一個國家一個 對 對 各位 還有其他的方法 還有 讓我們來看一下 還有那麼起 出門搭超跑 面子裡子都顧到了 真的 一定要一定要 真的 是 誰也 對 小V啊 我跟他交往的時候 他是 有一台 然後又換另外一台 成語都為富二代交往過的小V 超跑節奏 已經是加強便飯 而他送特別的經驗 究竟是什麼呢 他 他會落牌 他說 考上駕照的時候 其實女生不敢上路對不對 每一個女生考到駕照 上路都會不敢 然後我第一次考上駕照 是第一次上路是晚上 他說 美比你下車 我幹嘛 你抓他主駕駛來 我嚇到 然後就 你開上陽明山 還上山耶 哦 天啊 就 輕車給他開 這個對男生來講很難得 買車簡單 但要給他很難 可是在男生車夠多 因為車子都是男生的老婆啊 對 沒錯 真的 男人 因為車夠多 真的不在乎你回家一輛十胎啦 隨便 不過我跟你講 有的小開 他開那個跑車出來 他不見得真的是小開 我有一個女朋友 長得漂漂亮亮的 然後又很年輕 我就說 你為什麼會跟這個男的在一起 這個男的這麼糟糕 他說 沒有啊 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開了一台超跑法拉利啊 我就很高興跟他在一起 開了半年 他的超跑就賣掉了 因為 因為 我說他超跑拿來的 因為那個 他們家有人死了 拿了保險金 他就去買了超跑 然後做生意 一直賠 一直賠 一直虧 一直虧 我說那你還不可能會跑 對 所以有可能他的超跑就是他所有的財產 對 還把他附帶在裡面對不對 對 那這個 還有其他做過超跑的 元琪有 我的話是 就是那時候去他家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他家還滿特別 因為一進他的家的家門 他的車庫就跟車展一樣 正元琪的男友 家中超跑 多到像在辦車展 這麼誇張的生活 會帶給他什麼特別的感受呢 對 就像是有一些什麼 就法拉利啦 藍寶堅尼 然後有一台車 滿厲害的叫小妞 小妞 BMW冰心的鞋 那還滿特別 就是每次跟他出去約會的時候 然後他都會開不同的車來接我 對 會覺得每天都還滿驚喜的 滿炫的吧 嗯 哇 所以開超跑是一個 女生會很迷戀的一個點嗎 當然會 超跑是 把妹的絕招 連我們在美國想把金髮閉眼的也是超跑上來 然後一揮手 You wanna go party with us 就上來了 哇哦 有在網路上都做實驗啦 就是其實那個男生 對不對 他就跟那個女生說 他本來就 因為女生說 欸女生你要不要跟我約會 女生都不理他 直接直旁邊那人超跑說 喔我的車 女生就上車了 哦 就是 好像 我發現就是說很多 喜歡 day這些所謂富二代女生 他們都就是說 有一個很高級的車子 像Banley啊 Rose Royce啊 然後有司機接送的 他們是很喜歡這種的 很舒適 就是說 好看嘛 到了一個什麼餐廳 然後有人幫你開門 然後就這樣從一個很好吃的走下來 他們是喜歡那種 那種面子的感覺的 那種尊榮的感覺 真的 你覺得富二代一定都會買插寶嗎 會得請舉券 OK OK 好 于凱 目前擔任造型師的于凱 居大他七歲的富二代男友 交往兩年 在台州 可是有許多豪宅的哦 就是孩子想要買跑車 然後他爸說 那個不好開 不要買 就是都是要 全都控管在他爸那邊 對 所以他是想買這個 所以他還是想買 所以他爸不讓他買 對 所以他也沒辦法去 遷就這個錢 我遇過一個 我們真的是 真的是數一數位 上市公司 建設公司的 然後每次看他來 他如果來夜店 他都是騎摩托車來 而且真的我不誇張 而且他去尋那個工地的時候 都是開著這個 他的這個小綿羊 所以呢 每次一來的時候 就身體上都是殺 然後被婆 在那邊拍的時候 有這種妹妹比較笨的 像在前面有些幾位 哎呦 那你這辣散 還有走開走開離他很遠 就說你笨笨的 這個身價百億 而且都已經過戶到他身上了 哇 重點是有的是還沒過戶的 過戶到他身上 都已經擺股票 都已經信用到他身上 那為什麼不 不不不 花錢買個 沒有 因為他覺得 因為他第一個他節儉 第二個覺得說 如果我開超跑來的 吸引來的都是一間猴型幫 幹嘛呢對不對 你是說他們都是猴型幫 我沒這樣講 對 所以有些人會看 他不想要那麼高調 所以反而更多 的確 還有一個方式是非常厲害的 在這邊 機票當車票 一句話 飛到我身邊 是誰有碰到這樣子的故事 安晴 新加坡哪裡 因為那時候我在澳洲 Walking holiday 在打工 然後我那時候心情不好 然後我就跟我之前男朋友說 我心情不好 因為被老闆欺負 然後他就說真的喔 然後就隔兩天 他就從台灣飛到澳洲 然後就在門口 我就嚇到 我說你怎麼來了 他就說 你不是說你心情不好 然後他就 看到你心情更不好 帶我去購物 然後 後來我心情好多 他待了大概一個禮拜 然後才回台灣去 但為什麼一開始 他會讓你捨得 讓你到澳洲 去Working holiday 沒有 其實是我自己堅持要去的 因為我覺得 要去體驗不同的生活 不錯 Good attitude 你有為女人這樣做過嗎 有 不用贏金沒關係 真的有 有嗎 真的有 有特別飛到美國 對 要為了要 去看他一眼 去看他 對 去挽回之間的感情 有幹過這種蠢事 嗯 對 再也不做這種蠢事了 你就是挽回成功之後 又分手是嗎 挽回成功 對 還是沒有 後來就撐不下去了 因為有點像遠距離了 那你為什麼講這是蠢事 Waste of time 浪費時間啊 可是 他現在都嫁給別人了 我覺得很浪漫 女生覺得很浪漫 這真的是 年輕的時候 覺得這樣子很浪漫的請幾圈 喂 哇 可是 來踩一踩 來踩一踩喔 可是問題是 你的男朋友現在還是那個 去澳洲看你的那個人嗎 是啊 還是 還是喔 哎呦 那厲害 那還不錯 其實我覺得大家要放寬心 因為 即使他後來要跟別人在一起 他曾經為你做過一件這樣的事情 是是 夠感 你都應該要自己 讓自己覺得這件事情是開心的 要為後來的事情去否定到你前面 曾經享受過的浪漫 這樣讓自己過不去是很划不來的事情 對 這個真的 這個我覺得這個行為就的確還蠻符合的 因為飛過去 我以前女朋友就是跟我們一起吵架分手 他就跑到宜蘭 我哪個都開到宜蘭去找他 我就覺得很浪漫 一個半小